接下来呢我们学习理财资讯平台的一个应用 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金拐棍软件 那么大家对这个软件呢并不陌生 比如说大家在学习考试过程中用的金融计算器 也是这个软件的一个功能之一 那么后期呢我们大家还会做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做案例呢也需要通过这个软件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规划 那么在这个软件里边呢还有一个功能呢 是对单个目标理财规划目标的一个实现 有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的子女教育金的规划呢 它有专门的独立的一个模块来进行实现 这部分内容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提供一个案例背景 然后呢给大家一步一步呢做一个制作的一个过程和流程来进行展示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案例 王女士的女儿三年后开始上幼儿园 那也就是孩子现在刚出生零岁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一直规划到大学毕业 那么也就是他期望接受的教育程度是大学毕业 目前呢没有进行整笔投资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限制PV呢等于0 每年可以拿出年收入的10% 年收入呢是8万 10%呢是8000 进行子女教育金的储蓄 那么这个条件给出来的是什么 PMT等于0.8万元 那么学费的成长率也就是我们G是4.09 投资报酬率呢是I3.56% 好这个呢就是提供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些情况如何去实现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软件来测算出来 说根据他目前的一个需求和供给的情况 他能不能顺利的完成学业呢 我们看一下 打开理财软件 然后在这个界面里边呢 在当目标理财规划 这里边有一个专门的子女教育的一个模块 从这个地方进去 进去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界面 这个呢是界面的上部分内容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把刚才的案例的一个基本情况的一些内容信息呢 添到我们的软件里边 大家看一下怎么来添 这里边几年后上学 几年后上学呢 现在是零岁 三年后上学 这个地方你既可以什么 直接输入3 也可以拉这个滚动条 然后呢拉拱动条的时候 这个里边的数字呢会发生变化 然后是你要的那个数字你就把它停下来 就这两种方法呢都可以输入 那么规划开始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幼儿园的一年级 幼儿园的分三年 是吧从幼儿园的一年级开始 然后结束是什么呢 期望是大学毕业 也就是本科的四年级结束 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这个地方结束 那么我们说学费增长率 在题目里面也给出了 然后你可以把它填进去 然后也可以拉这个拱动条了 这个小说点呢 还是建议大家呢 直接填数字 那么我们再看 期初的教育资产 也就是PV 刚才我们说了 PV等于零 所以这个地方零 那PMT呢 定额的储蓄有没有啊 有 我们说是多少呢 八万块钱 百分之十 八千块钱 在这个地方贴一个零点八 零点八万元 注意单位 好 还有一个信息 那么就是资产投资的回报率 三点五六要填在这个地方 填进去之后呢 其实这个信息已经把结果出来了 但是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个结果的前提条件是 默认为我们系统里边后边的一些默认数据 通过这些参数啊 这些数据 你是适合你的条件的 跟你情况 实际情况是吻合的 那么它出来的结论就是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那么但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体验完之后呢 第二步啊 大家应该在数的这一列里边啊 打开这个功能 规划参数啊 这个项里边啊 我们有这样一个页面 你应该看一下啊 你想要上的幼儿园是不是三年 小学是不是六年啊 有的小学是五年 是吧 那么你要想改这个数据呢 就是把鼠标呢 调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把它重新输入一下 比如你想改五 那么你就把它改成五 那么初中三年啊 高中三年 本科四年 那一科类的还五年 是吧 那么你自己修改啊 硕士 有两年的啊 有三年的 那么博士 这个地方是按照三年 那么要不要改成四啊 要不要改成五啊 是吧 那么本案例里边呢 我们不涉及到硕士和博士 只到什么呢 本科阶段 好 那么我们还要看一下下边的这个参数 资产投资回报率 在这道题里边 我们已经给大家规定了 是3.56 那么如果你自己在做这个子女教训规划的时候呢 那你从历史上来讲 你能实现的这个资产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修改啊 那么收入增长率呢 也可以修改啊 如果你处于一个这个工资高速增长期的话 你可以把它调高一点啊 那么学费的增长率 你也可以查一下律师数据改一下啊 可接受的本金的损失情况呢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改 OK 那么这是一个参数啊 一定要按照自身的情况的进行设置啊 那么这里的我们所设置的是按照本案例涉及到的进行的设置的 那么第三步啊 我们还要去看一下什么呢 各阶段的学费啊 我们系统里边有一个默认值啊 那你点开呢 看一下啊 是不是跟你的实际情况吻合 那么这个呢 可以在这一项里边啊 有一个叫子女教育金账户啊 数值的这一列里边 那么打开这样一个界面啊 那么这里边就会显示啊 这边就会显示 那么下面如果你要想做修改或者查看各阶段学费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小笔啊 那么这个笔呢就是编辑和定义的意思 那进取呢 它分各个不同的阶段啊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啊 比如说你幼儿园是在公办的小学在公办的 但上初中的时候你想让孩子读民办学校 那么民办学校的学费情况是怎么样呢 你既可以自定义也可以选择系统里边民办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学费标准啊 你可以进行选择那么高中比如说本科你要出国是吧 根据实际情况呢 把这个后台系统里边的数据呢 一定要看一下进行调整一下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啊 在子女教育金账户下面啊 有一项学费现金流啊 打开之后呢 它的界面跟那个界面不一样啊 这个呢呈现的就是我们刚才 输入进去的啊 按照什么呢 系统默认值 各个时间点上 它发生的一个现金流的情况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呃 幼儿园阶段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 而且每个阶段呢 分别都有一定的增长率 因为我们刚才呢 已经规定了一定的增长率了 啊 好 那么如果你想改学费呢 同样可以点这个小笔呢 进行修改啊 也就是我们想去调整学费啊 去查找一下啊 那么可以通过这两个选项里边都可以 这是第三步啊 学费 各阶段学费呢 也设置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结论出来了 就是适合于你现在目前需要的一个子女教育规划的一个结论啊 好 那么结论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在这个界面的最上边啊 说根据你的实例 你是可以负担孩子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全部费用的啊 也就是根据你目前的一个规划 那么你的供给是可以覆盖需求的 全部覆盖的啊 那么如果啊 我们刚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说不够啊 为什么不够呢 因为王女士的收入没有八万块钱啊 她的收入的是五万 这样的话 百分之十的话 是不是教育储蓄就成了五千了啊 那么我们每年只有五千块钱储蓄 那么能不能完成孩子的学业呢 啊 你把这个数据改一下啊 在前面的基础上 这个三啊 不变啊 学费增长率不变 投资回报率不变 只修改这一项 教育储蓄现在降低了 从八千块钱到五千块钱 那么能不能呢 我们马上就可以从这张图里边呢 就反映出来啊 我们可以看到 孩子刚生下来啊 他不上学 那你的每年的五千是不是在存进去之后再增长啊 你的供给是在增长的 但是从三岁开始啊 孩子要上学了啊 那你到这个地方啊 六岁的时候 你的学费已经不足了啊 就是按你现在的一个储蓄的一个这么一个标准 小学都没钱读啊 不用说后边的初中高中大学了啊 那么结论呢 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无法负担孩子的全部费用啊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做调整啊 那你就在思考 那么我负担不了 我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地方啊 你能不能拿出一笔资产来 然后呢 作为子女教育金的一个储备呢啊 PV啊 这个地方啊 比如说你是能拿一万 两万三万 或者十万 二十万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竖进去啊 然后这里边呢 举的一个例子是三万啊 现在如果我直接拿出三万来 仍然是什么呢 每个月五千块钱的储蓄啊 其他条件都不变 学费资产回报率都不变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不可以呢 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什么呢 可以调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呢啊 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说 我们可以把教育储蓄稍微调高一点啊 或者把这个PV啊 大大小小调整一下啊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能承受到范围之内啊 进行调整 好 那么本章的五个小节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呢 我们总结回顾一下啊 关于子女教育金规划一共五个小节啊 概述 子女教育金需求 子女教育金的规划原理 子女教育投资报酬率啊 最后一部分软件平台的一个使用啊 那么在这五张节里边呢 有一些重点呢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在概述里边 我们讲了它的重要性啊 以及它的特点 那么这里边重点是 它的五个特点啊 对于子女教育金来讲 它无时间弹性 无费用弹性 无法事先确定 总金额呢 较大 无强制储蓄账户啊 不仅要记住啊 更重要的是 应该把它理解了啊 那么在第二节里边 子女教育金的需求里边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目前我们中国的一个 普通教育的一个体系 在此基础上啊 我们说子女教育金的勾算呢 它不仅要考虑确定性的成本 就是学杂费的部分 而且还要考虑选择性成本 那么这两项成本 加起来才是你的全部的成本 那么通过我们前面的讲解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由于每个孩子的教育规划不同 所以呢 教育金的需求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一定要适合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子女的教育规划呢 我们不管是计算教育的需求 教育金的需求也好 还是计算教育金的供给也好 那么我们涉及到的这几个参数 PVNI PMT FVG 那么已知其中的四个 或者已知其中的五个 然后求另外一个 那么有的时候呢 会普通年金涉及到 那有的如果有计的话 就是增长时间年金 不一定是求哪一个 可以正的算 可以倒着算 一定要灵活掌握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现金流计算器的应用 那么这里边呢 是以知什么 贴线率 以知它的每一个时间节点上的 现金流 以及它持续的时间点 那么求什么呢 NPV 仅限值是多少 这两个例题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 好 那么在第四节里边呢 我们讲的是 子女教育投资报酬率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教育投资 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边呢 它的原理需要大家掌握 就是如果不考虑 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 净效益 就等于 薪酬总差异 减去学费成本 再减去机会成本 那么如果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话 需要用现金流计算器进行计算 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各个时间点上的现金流的正负方向大小 一定要习惯性的去画一个时间轴 好 那么最后呢 是我们的软件的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前面 这几条 到这儿 我们重在理解 然后考试的时候呢 是以这个文字形式存在的 那么后边的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两个 其实都是计算 那么最后一部分内容呢 是软件的使用 大家会操作就可以了 也很简单 那么在考试的过程中呢 不会涉及到 好 这就是本章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